2015年,两名男子驾驶着一辆大重汽车横穿美国大陆,只用了100多加轮的燃料。 他们的81英里每加轮的性能是该车预计燃油额定值的两倍,并创下了燃油车最低耗油量记录。 这两位男子自称为超节能车手,是极限提高汽车燃油效率的技术专家,比如加速滑行策略。 在加速过程中,驾驶员缓慢加速,直至速度略高于预定速度,然后他们慢慢松开油门,开始滑行,直到速度略低,循环往复。 要理解为什么这种策略能节省燃料,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汽车引擎盖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非电动汽车靠内燃机驱动,即ICES。汽车常被宣传为配备四缸、六缸或八缸发动机。 这指的是汽车的主要组件。 每个气缸内部都有一个活塞上下移动,带动一根称为曲轴的杆旋转。 有效地将直线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,从而驱动车轮。 驱动这些活塞运动的动力就是给这些发动机命名的原因——燃烧。 活塞下降时,空气和燃料喷入气缸腔。 随后,随着活塞上升,空气和燃料的混合物被压缩,在汽油发动机中引入火花,点燃气体。 在柴油发动机中,紧压缩就会产生小型爆炸。 燃烧立即导致温度和压力升高。 推动活塞向下运动,循环重新开始。 油门踏板控制空气量和随后释放到枪式的燃料。 燃料室中的燃料越多,燃烧越猛烈,从而使曲轴转得更快。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,内燃机汽车每分钟发出数千次火花。 但爆炸动力驾驶的效率很低,因为产生的大部分能量都会转化为热量散失。 其实,仅16%至25%用于移动车轮。 这些爆炸也会产生二氧化碳。 而内燃机发动机产生的就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5%。 加速、滑动可以提高效率,原因有二。 首先,加速过程中加到较高速度时,与以恒定的低速行驶相比,发动机的工作效率更高。 其次,现代汽车发动机在减速时会关闭燃油喷射或带速。 也就是说,当汽车滑行时,车轮由惯性能驱动而非燃烧驱动,最终节省燃料。 但即使在他们的巅峰状态,内燃机超跑也无法与真正的节油冠军相媲美。 许多电动汽车都采用感应电机。 这种电机有两个主要部分,一个钉子和一个转子。 钉子是一系列环,环上缠绕着铜线,通过以可变速率导电。 这些电线造成旋转磁场,该磁场会给转子带来电流,使其旋转,并驱动车轮运动。 对于电动汽车,踩下油门会改变注入定子导线的电流频率,进而提高转子的旋转速度。 利用电池而不是汽油,电动汽车能耗的65%至69%直接用于移动车轮。 而且,由于电动汽车不会产生爆炸,引擎盖下方需要的零部件也更少。 典型的内燃机汽车有2000多个活动部件,以帮助控制、冷却和保持燃烧。 而典型电动汽车约有20个部件。 电动汽车正在彻底改变超级节油车竞赛规则,因为司机们争想以最少的千瓦时行驶最远的路程。 而且,这些记录很可能会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。 因为电动汽车电机的设计允许引入创新节能设备。 例如,多数电动汽车采用再生制动,通常因摩擦而损失的能量得以保存。 当汽车减速时,电动马达反向运转,利用车辆动能为电池充电。 一些公司甚至为电动汽车配备了车顶太阳能电池板,进一步提高其行驶里程。 因为它们不燃烧燃料,电动汽车的尾气排放量为零。 这并不是说它们总能做到碳中和。 电动汽车需要定期为电池充电,这意味着它们的排放状况,等同所接入的电力设施的清洁程度。 因此,随着全球电网继续向可载商能源转变,电动汽车也越来越环保,使其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高效选择。 想更多地了解科学家、政策制定者,和像您这样的人们为确保地球的未来而采取的令人兴奋的步骤吗? 请访问ad.tech.com,EarthGOO,满足您的好奇心和希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